今天我们来赏西一下大鱼这首歌 大鱼这首歌其实在网上有很多人唱过 但我们今天就选取比较三个代表 一个是腾高老师 一个是周深 还有一个是公立娜老师 都是各剧特色 我们第一段会放腾高老师的 腾高老师唱的开始的一个部分 就是前续部分 就唱的比较气声很多一点 比较唱的比较轻柔 是他的一个唱歌风格 重音轻音对比比较强烈一点 唱的后面副歌高草部分 有一个摇滚的感觉 摇滚嗓的感觉 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满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鱼在梦境的风景里 游过 凝望你沉睡的轮廓 看海边一森 天空尽 雨露 只四手 吹散 苍茫茫 燕不燕 大鱼的翅膀 已经太妙阔 我总看世间的声索 我总看世间的声索 怕你飞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听完第一段腾高尔老师的版本 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版本 周深整个感觉就是有点像女赏 女赏的感觉 整个音都是开始唱的都是用气声 流行唱唱 唱到后面啊的部分的时候 开始用一些声带闭合技术 再加上头枪 鼻枪头 头枪和有蝶豆枪的一个混合的一个共鸣 这时候的话位置在有低到高的一个变化 你们可以听得出来声带闭合的一个技术 他这一个高音唱到了将近嗨C 高一点点 就是小自身组C的一个状态 然后 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涌过 凝望你正睡的轮廓 你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 枝子手 吹散 沧茫茫茫 烟火 大雨的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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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周深的唱 我们再来听一下 龚琳娜老师唱 龚琳娜老师开前面唱的是 比较扎实稳定一点 感觉有一点点降调 有一点点降调的唱的 因为整个歌曲的跨度很大 从开始到后面副歌 到后面最后的阿那个唱法 所以龚琳娜老师开始有点降调 后面的那个阿的话 唱得很高的音音 它最高的音可能是到了那个 嗨第一 就是小支三组的CDEF 第一的那个高音 超过了嗨C 是很高的音音 你们可以听一下 三个不同的版本 看你喜欢哪一个 海天一色 情分起落 只自首吹散 苍茫茫延播 大雨的翅膀 已经太了过 不思考 世间的声线 看你在飞远去 看你以我而去 原来你 生来就处于天际 每一滴泪水 都将你流通去 到我可以自首的相遇 到我可以自首的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给大家讨论一下 声带闭合技术 声带闭合技术 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难掌握的一个技术 一个是要求声带闭合的比较好 另外一个要七夕支撑 再加上头枪的蝶斗枪 一个亨鸣加共鸣的一个状态 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先示范一下前面的一个前序部分 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有过 你往你沉睡的轮廓 看你飞远去 看你离我去 原来你身来就属于天际 唱的不好 唱的差啊 大家让解 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声带闭合的一个状态 不知道嗓音能不能打开 嗓子 刚才因为吃咸了 吃了点咸颤 嗓子有点咸重 声带闭合不好 请大家谅解 反正唱的技术也不行 就是这个感觉吧 声带闭合的感觉 就是 嗓 有点那种 有的人说声带闭合有点像惊吓 但是他比惊吓的技术要求 就是受到惊吓以后惊声尖叫 这样 但是他比那个技术要求的太多太多了 他要控制你的一个气息 声带闭合技术 如果有人 懂这个技术 还有喜欢哪一个 13个 知名歌者里面 喜欢哪一个都可以留言 跟我交流 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 谢谢大家